因为我要告诉你说 那平常我们怎么打开 然后怎么样登出 首先我们在我们的文件底下 文件底下 然后这个地方呢 你从上往下来去看 从上往下来去看 应该没有一个资料夹叫Neo4J 现在没有嘛 对不对 文件 文件底下应该没有Neo4J 我排序一下 没有看到 对不对 Neo4J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执行 执行 那他没有在桌面上建立捷径 你就点这个开始 然后再点Neo4J 因为我之前我都有make 我会把它放在我的应用程序里面 好 点选 这样我们就打开 打开的时候可能要请稍微注意一下 他是一个网页的形式 网页的形式 所以他会把就是说一个指定的位置 指定的位置 因为他是一个网页版的资料库 所以他一定会等一下会建立一个就是网址 这个网址一定是120 127.0.0.1 因为这就是localhost localhost的本地端 本地端 他会希望说日后我们应该是要建立一个网页版的资料库 所以他这一套软体 这套Neo4J 它是网页版 网页版资料库 那这边我们先去选择 选择我们的资料的local directory 就是我资料准备放在哪里 所以选choose 然后选择文件 文件 我的文件底下 这边他就会自动产生一个 我的文件底下有一个Neo4J 然后预设这个资料夹 可是我建议我们应该取我自己看得懂的 好 所以我先按取消 这边我先按取消 你看哦 现在我们再去点文件 文件 然后刚刚我们文件底下是没有Neo4J 现在是不是多出来了 这点一定要请你们知道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刚安装好 没有 可是当一启动的 启动Neo4J 它会自动产生这个Neo4J 然后在Neo4J底下建议 自己建立一个 自己建立一个 你不要动它预设的 我们就直接在这边新增一个资料夹 假设这个资料夹 针对我们今天我们去做一个练习好了 练习 然后exercise 今天的日期 例如说2017-1128 跟着照住 那等一下我们就启动 我们就开启它 那它的一个好处哦 它的好处是这样子 建立了 我建立好这一个资料库的连接端 到时候我把整个这个资料库给你 你那台电脑透过Neo4J打开来 就会看到跟我一样的画面 这就是它整个备份的机制 也就是说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库 你到时候要不断的备份 一直不断的备份 可能会有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 只要怎么备份呢 就直接把它 例如说压缩起来 那我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已经建立好我的文件Neo4J底下的 Exercise 2017-1128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就要去透过Choose 然后接下来去选到刚刚那个位置 选到刚刚那个位置 也就是这个我的文件Neo4J 然后Exercise 2017-1128开启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边都已经设定好了之后 我就直接点Start 然后他这边他说 In just a few seconds 就是等几秒钟 等几秒 Neo4J will be ready 就是马上就好了 然后您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应该不管是Mac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IBM的电脑 都会看到它连接到一个指定的网址 这个网址是http 冒号写信写信 127.0.0.1 这是Local Host 然后后面是不是有看到一个7474 这是它的Po 好 所以现在我要启动 怎么启动 就是点它了 可以哦 所以请点它 然后点它之后呢 点它之后 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去看一下 刚刚我是不是说我们的那个连接的那个Neo4J有看到 这边刚刚那地方是127.0.0.1 冒号7474 7474是它Po 它每次开的那个Po不一定 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正因为不一定 所以它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接下来这个地方 username记得是Neo4J 然后password也是Neo4J 这是第一次 所以请输入Neo4J 这绝对可以念出来这个密码 因为大家都是统一的 所以点选Connect 然后它就会要求 现在我们要正式的登入进去 请输入刚刚那一个 1X2017 1128 那个资料 资料所形成很多很多资料的资料库呢 它的一个新的密码 好 自己设 自己记得住的 也就是说 假如我今天别人要来联网 他必须要取得我的密码 然后这边有一个change password 点一下 这样我们就等于建立好了 那个 你们都还年轻 所以你应该记得住 对不对 你应该记得住 那这边密码建制的规则 密码建制的规则 到时候我们要取好 例如说 假设当我们今天是要 有牵涉到 不仅是我们实验室 我们实验室 大家都知道那个密码 统一 对不对 好 可是 假设当你今天牵涉到 那个 其他单位 我们一定要遵守三个原则 就是我们的密码里面 一定要有文字 数字 符号 对不对 好 还有 一定要 一定要就是说 我们是可以 达到那个资讯安全目的的 你不能取什么1234 这些连续性 反正就是 一定要特殊符号 使用 还有一定要达到资讯安全 所以尽量不要使用连续 那 所以在这个地方 刚刚已经做了登入 我现在马上就要交登出 因为 真的有人 有人 他会忘记密码 他可能又输入那个 NEO4J 所以这边 我先交登出 然后再交登入 所以 刚刚已经做了登入 我现在 我们来去看 怎么登出 请注意 请注意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开的是什么 Chrome浏览器 那Chrome浏览器 它没有看到什么 Sign In 或者是Look Out 这些 对不对 这边应该都没有 我们是直接关掉它的 可是事实上 这个没有关掉 下面这个NEO4J 是没有关掉的 所以真正的关掉 真正的登出 是点这个Stop 不是关掉网页 关掉网页 不代表 关掉网页 是关掉Chrome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就点选Stop 这样才算是登出 所以一定要会有登入跟登出 因为你要想到一件事情 我现在教你们 对不对 那时候可能你们要去教那些美女 因为我们写好这个资料库 是要给别人使用的 如果说我们不会正确使用 因为大家使用同一个资料库 假设你今天 你没有做正确的登出 你没有做正确的登出 可是我们登入是不是都是统一的 而且事实上更恐怖的一件事情 请问一个 可不可以多方相同账号 同时登入 这都会必须要再去研究 因为坦白说 对于这个新的资料库呢 我们对它是有期待的 可是稍微注意一下 它可以随便我们修改 反正备份 我们会固定定时的去备份 否则被他们到处乱玩 会不会可能会玩坏掉 有可能怎么做备份 就是直接把刚刚压缩的 挤压缩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也许我们可能每一天 晚上12点 然后或者是那个几点 我们设定好自动备份 就这样子 绝对不是人为的备份 不是手工的备份 一定是写一个批次作业 然后每天我们就去做备份 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去做登入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画面我们就可以关掉 这样才算真正完整的登出 好 比如说我现在把所有的网页 我都先关掉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资料夹文件底下的Near4J 这个EX2017E28 哇有看到吗 一堆东西产生了 有看到 好有看到这一堆东西 你现在的Near4J底下的这个文件 是不是指定的这个资料夹底下 应该有一堆的档案了 这些都是它自动产生出来的 你不能去删除 或者是在这边去做任何的修改 记住哦 怎么备份 就是直接把它 例如说压缩起来 压缩起来 那还原就是只压缩 好 所以压缩的时候 记得最好是加日期 我是比较喜欢用日期来去做 然后 备份的时间点呢 到时候看看是在约几点 我们再写自动 自动批次的备份 好 那接下来我们 登入咯 怎么登入 当然就是点这个开始 Near4J Community Community 它就是一个社群 就是一个群体 比跟Group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Group也是群嘛 对不对 像那个脸书 Social那个group 社群 这个Community 它应该是一个比较 接近有组织性质的 Community 像例如说 那个公司 这样子一个组织 请不吝点赞